一个我们是记者 我们都有新闻理想 就像医生他要去救病人 消防员要去救火一样 我们要到新闻的现场 把历史给记录下来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 我谈不上自己是知识分子 但我也是中文系毕业 我觉得总有一些 我们说就学生成的东西 有一句话叫 苟立国家生死 以其因祸福必去之 狗了 没有一个人追求梦想 不需要付出代价 这种代价我可以预计到 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承受 这里距离这个坠机现场 大概是20公里 刚才我们听见一声炮响 现在又听到很多履带的声音 这是乌克兰部队的装甲车 他们在往那个方向行进 就是你觉得 你活着总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 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你活着可能是有意义的 我不能保证我活到明天 但是活到今天 我觉得我是值得的 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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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